再来还有一个是我比较常用是这个 就是您刚刚看到在我右下角这里 就是说虽然媒体柜也是很好用 可是我们发现就是说它不能针对档案 不能针对应用程式 那可能我们在使用上就相对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把你比较常用的程式或者是文件 把它弄进来 那么这个各位都是中文的 所以使用上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而且它在这边 你所看到这些项目都可以制定 都可以制定 那一般我会把它分软体跟档案比较多 因为媒体柜已经可以取代资料夹了 所以我就不见得要用它 就重复性的我们就不用 那这个也是免安装的 也是免安装的 那所以您可以看看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portable trade menu 这个点开就可以了 那么您可以按右键 按右键 进来之后先找到这个地方叫选单设定 选单的设定 找到之后呢 您可以从先规划一下您要几个常用的东西 这个资料夹的部分你先把它整理一下 看是软体的资料夹还是档案 那么以软体来讲 一般因为我会有比较多应用 但是你不见得说 所有软体都要一开机就全部进来 对不对 有用到的时候再来就好了 所以我会像这样子 把我要的呢 就比如说我刚刚这里有一个 这个不见了 对不对 我就告诉他我重新再找一个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你是单一个档案 还是什么 还是整个目标 这个资料夹 还是说你只是打开那个位置 像档案总管这样 对打开位置都可以 好就把它叫进来 我就找到我软体放的位置 像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媒体柜 还是可以派上用档案 你看我常用的媒体柜 这样子进来 这边我就告诉他在这里 那这样就OK的 那如果关键你要调整 那个档架顺序就这样很重要 好所以很单纯的 我们常用的东西 我们可以像这样去做进来 那资料夹也是一样 档案也是一样 所以你用好的时候就很单纯 点一下他就跑出来 按右键 你就可以选择 你先用软体还是哪一个 我大部分都停留在软体 因为毕竟我会用到软体比较多 所以我就会把它整合一下 像我们刚刚有看到 跟哥介绍A-B型 好那另外像这个萤幕放到 我就没有介绍 还有哪一个 看一下 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单纯一点 另外有一个这个HR Button 可能老师也许 虽然我没有写在这个上面 但是也许你以后也会有机会 用到这样就是某些视窗 你要他停在最上面 比如说像我们用MSN 你会不会去让他停在最上面 类似像这样子 他本身就有那功能的最好 可是很多软体是没有这个功能 某些文件你就是要 比如说我要做档案比对 这个就不要跑掉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类似像这样的功能 那您看 比如说像我们在这边 这里 比如说这个视窗我想要在最上面 这里有一个 现在有点挡到 Ori on top 有没有 我当我按下去之后呢 这个视窗不管你贴到哪里 它永远在最上面 有没有 所以也许有些老师可能 也会用到类似这样的功能 那这样就可以说 我在比对的时候比较方便 好比较方便一点 那这个是您参考看看 虽然我没有介绍 但是它的软体名称是在这边 叫HRBug 这个也蛮常用的 好 那剩下的可能我就 时间上的关系 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介绍的内容 有什么问题